來,律師的規範第三條之一是寫什麼呢? 它是寫 保密物呢很簡單嘛就是說律師呢應該要對當事人所提供給你的資訊呢要保密 但是呢這個東西呢它其實是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積極面 一個是消極面 我們先講所謂的消極面 保密物它的消極面向是對誰呢? 它是對當事人 意思就是 當事人跟你講了什麼 你不能把它講出去 所以呢這是一個消極的保密的規定 就是說我對當事人而言呢 他跟我講什麼 我要被動保守的 把它講出去 所以這個是保密物的消極面向 它的積極面向是誰? 是對司法 什麼意思呢? 今天假如說你的當事人呢 他是一個強盜犯 那他搶到很多東西之後他把它藏起來 那今天可能警察會想追這個東西 張物藏在哪裡啊? 或是今天檢察官法官呢 可能也會問律師說 律師你知不知道你當事人把這些東西藏在哪裡? 那因為我們律師的保密義務 所以即使我們律師知道這個東西藏在哪裡 我們都可以跟法院說我們不能講 基於保密我們不能講 他的積極面向呢 不僅是要保護當事人的權利 也是保護呢 律師可以去對抗國家司法 說這個東西呢 我可以不跟你們講 所以呢 這個東西他其實呢 跟律師的公益性會有一定的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講嘛 律師其實有公益性啊 所以律師呢 應該要幫助國家司法發現實體真實 幫助國家司法呢 去抓到壞人 可是 因為我們當我們的職業啊 我們必須要幫當事人保密 因為如果我們不堅守保密義務的話 那當事人就覺得說 那我跟律師講什麼 律師都有可能跟法院講 跟檢察官講 那這樣永遠都不可能 跟律師講真話了嘛 這個就會破壞這個律師這個職業 跟當事人之間的永久的信任關係 所以呢 律師的積極面向的保密義務呢 其實就是跟司法的公益性呢 會產生衝突 可是畢竟我們是認為 律師是一個專門職業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應該還是保密義務要優先 相對於公益性 寫的太上面了 好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律師論以規範第三十條之一的規定說 律師因受任之間而取得有關的委任人之試證或資訊 非經委任人書面同意 不得為不利於委任人之使用 好 那這個條文呢 它其實有幾個層次 首先呢 試證跟資訊 舉例而言 如果是跟本案無關的個人資訊 會不會在保密義務的範圍 舉例而言 假設今天阿翔 他開車撞傷人 你幫阿翔打一個過失傷害的訴訟 你突然發現原來他跟謝欣有一腿 那這個跟你本案沒有關係 我可以說 因為這件事情跟我本案沒關係 所以我可以把阿翔 我當事人跟謝欣有一腿 這件事情拿去跟大家到處講 也不行 所以呢 其實這邊的試證跟資訊 這個試證指的是跟案件相關 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是因為 接了當事人的案子 所知道的這些 不管是跟案件有關 或是無關的 試證或是資訊 全部都要受到保密義務的限制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幫阿翔打一個車禍的官司 當我知道他跟謝欣有一腿 但我仍然不能把這件事情講出去 雖然他跟我的案子沒有關係 為什麼 一樣呢 是為了要保障 當事人跟律師間的信任 所謂的保密義務最核心的範圍呢 就是在保障當事人和律師的信任 而且這個信任感呢 不只是在個案的律師啊 舉例而言 假設今天呢 我是阿翔的律師 然後我接案子之後 我就把阿翔跟謝欣 亂搞的事情到處亂講 那會不會其他的人呢 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他們去找律師 會不會也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律師把他們接案子中間 知道的一些我的花邊新聞啊 我的一些緋聞啊 都跑去跟媒體講 到處講 所以呢 這個信任關係呢 不只是個案律師的信任關係 還包含說整個全台灣 所有人呢 對於所有律師的信任感的問題 因為這種東西 也許一個人兩個人去破壞它 就會造成大家對整體律師社群的不信任嘛 所以呢 它保障的不只是個案呢 還是一個整個律師群體 跟當事人之間的信賴關係 所以我們講 律師群體規判第三支條之一呢 它之所以會去規定說 是受委任人的事證或資訊 其實就是包含的 不管是不是跟案件有關 都必須要保密 然後呢 再來 它有寫說 非經委任人的書面同意 不得為不利於委任人之使用 意思就是說 除非啦 委任人有一個書面同意 你才能拿來做不利於委任人之使用 但這就反過來講啊 既然是對委任人不利於的使用啊 它會有書面同意嗎 這是蠻吊詭的啦 阿翔會寫一個書面同意去跟律師說 你可以把我跟謝忻亂搞事情去跟媒體講 實在很難想像嘛 所以呢 這件事情呢 它就是有個規定在這邊 好 那它有個但書啦 當依照法律或本規辦的使用 或依實證呢 資訊已經公開的不再實現 舉例而言啊 就是說 當我今天是阿翔的律師嘛 我知道他跟謝忻亂搞 那這件事情呢 因為今天所有人都看到了嘛 新聞都很大幅度在報 它是已經公開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可以洩漏這件事情沒關係 但是一樣還是會影響到 你跟當事人的信任嘛 所以呢 除非是已經 公開的資訊或事證呢 才有辦法講 或是說 例如說有一些判決啦 他已經判決完之後 他的判決主文都已經公告上網了嘛 那針對判決主文上面有提到的內容 律師可以講 或是有公開的評論 或是引述說 我們律師打了某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勝訴確定 那因為這個是已經公開的一件事情 就可以講 所以呢 這就是三十條之一的但書 好 那二十五頁的最下面呢 就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 保密義務範圍的文字 保密義務的範圍是指呢 什麼樣的內容呢 應該要保密 這個問題在實務上有爭議性 那跟案件有關的事物啦 律師自然是應該要保密 但是跟案件無關的當事人狀況 像是財產、家庭、健康狀態 重難是跟案件無關 只要跟行使職務所得知的資訊是實 除了偶然是要得知以外 不管什麼方式取得呢 當事人的資訊都在所不問 律師都應該要付其保密義務 那再來呢 為了避免糾紛呢 律師對於工作上得到的資訊 最好都三間其口 也要避免跟外人談論的工作內容 較為妥適 那原因是什麼呢 核心的原因呢 還是要維持當事人跟律師間的信任關係 所以呢 總之就是跟案件有關的事情 除非是已經公開的啦 不然呢不管怎麼樣都不應該講出去 好 那保密義務呢 它是一個當事人間的帝王條款嘛 它的效力呢 甚至可以不受律師領規範 第十一條跟第二十三條的拘束 但然而呢 這個十一條、二十三條是什麼 就是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第一本講義的後面 其實就是指那個啦 公益性 就是律師要幫法院發現真實那邊的規定 好 但是